老空穴是竹少阳胆筋上的穴位 在我们后老勺的附近 后老勺附近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什么位置 他说在头部 当枕外隆突的上沿外侧 头正中线旁开2.25寸 平脑裤穴 这找起来比较麻烦 一旦要说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脑袋后面 你摸的主人后面 摸的后老勺 都有一个高出来的骨头 这就是枕外浓突 这个浓突的上沿 我们说往外两两横尺 一横尺 两横尺 我们一横尺 两横尺 平这个上沿 两横尺稍朝外摸一点 这个凹陷点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凹陷的处 这个凹陷就是老空 因为你2.25寸真的很难找 但是你找两寸可以吧 两寸靠外边一点点 一寸 两寸 再靠外边横着摸一点点一个凹陷 它就是老空穴 这个应该很好找 这个后边的骨头都摸得到 你去摸 现在摸都摸得到 摸到这个骨头的上面 上眼 往外两横尺 大拇指的两横尺 再稍微摸一点点就摸到了 这就是老空穴 两边都有 一边一穴 两边都有 老空穴 老空穴有什么治疗作用呢 第一 头痛 暄晕 这是我们 它在脑袋上要做的 要治疗的 颈向 降痛 脖子 发硬 然后疼 颠尖 经济 这是神智类的疾病 老空 和大老和神智有一定的关系 耳鸣 鼻炎 鼻子出血 这都是它的主治 我们有修法 非常好 那如果说后老勺疼 怎么办 除了老空以外 我们可以老户 风驰 昆仑 后老勺 老在后边 是属于做太阳膀胱经的 所以配上困仑 效果很好 那如果脖子降硬呢 可以配风磁和支钩 如果经济 就是这个人 声音响 声音响 很害怕 甚至心跳 会加速 会加速不止 那这样的呢 我们要配神门和内观 加上后边的老空穴 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效果会更好 感谢您的声音响 做太阳膜 会加速不止